今天早上8点40分左右 金藏高速宁夏吴中市的关马湖段中卫向银川方向 距离关马湖高速收费站向南两公里处 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 至少有34辆车连环相撞 其中有一辆天然气槽车两辆油罐车 据了解现场至少有19人受伤 车辆损毁程度严重 天然气槽车中的有三个压的天然气 事发以后吴中市消防支队全勤指挥部 已经增派了7辆消防车共50人赶往现场处置 公安交通路政燃气和卫生等部门共同配合 目前事发路段已经双向封闭 事故救援仍然在进行当中 有关救援的最新情况我们会持续关注